各位同学大家好,我是王成尧 下面我们继续学习2022年的初级会计时务的CT班 那么对于CT班,在正式开始之前 我还是要先把我CT班的讲课思路跟大家先汇报一下 那么首先在每一章的开始 我们还是要把本章的内容作为一个简单的总结 那么这个总结是帮大家回忆起来 我们这一章到底学习了哪些内容 以及这一章的重点、难点以及考试常考点在什么地方 然后第二就是我们后续会做相关的一些题目 针对我们常考一些知识点 然后做有知识性的题目 那么最后就是在一些比较重要的知识点上 我认为大家可能忘记了 然后我还会做相关的一些知识点的总结 那比如说对于考试常考的 像会计信息的这些要求 那这些考试当中经常会出现 那么考的比较多的就是一些定义性问题 那么对于这定义性问题 可能大家看过一遍之后理解了 大家后续可能会忘了 所以在系统版里面 我会把这块内容再拿过来 我们再一块复习一下 那么还有就是一些比较难的 以及和其他知识点有区别的内容 例如考试常考的 像什么管理费用、销售费用、其他应收款、其他应付款等等 他们的核算内容 那么在这还会拿出来 我们继续做一个对比总结 那当然这些对比总结 一方面我在基础版里面 其实已经总结给我很多了 那只是大家可能记不住 那在这我再总结一遍 那如果你觉得这个总结还不够 那你可以在下面继续总结 当然这个总结 我们在最后的冲刺版里面 还会再总结一遍 我相信只要我多总结几遍 大家多重复几遍 多看几遍 那自然而然的只要听课 你这些知识点就掌握了 那么在正式开始之前 还有几句话想跟大家说一说 那么首先我们看一下 你什么时候才可以学习基地班 那首先就是学前提 必须是基础版已经听完了 对大部分的知识点已经理解了 这边并不要求说你必须要掌握了 因为我们知道你学过的知识点 可能你当时理解了 那过段时间可能就忘记了 这很正常 好多朋友跟我说 为什么老师我前面学了 过段时间又忘记了 这是很正常一件事 你会遇到 别的同学都会遇到 我们学习的本质是什么 就是对抗遗忘 是不是 所以这边不是要求 你要把所有的出于快失误 所有的知识点 考点 全部被过了 记住了 忘不了了 不是这样的 我们听问一遍了 那么对于大部分知识点 已经理解了 你就可以进入到 西地班的学习了 当然又曾说 老师我基础版没听 我可不可以直接听西地班 这个建议你不要这样做 除非你之前有过基础了 你学过了 比如说你去年学过了 或前年学过了 这时候呢 可以直接去听西地班 这是在时间比较紧张的情况下 可以这样做 但是不建议 大多的同学都这样做 你们第一就是 我们出去快事物里面 需要理解的东西比较多 那么还有就是 你们今年变化的内容比较多 很多涉及到我们中期支撑的知识 还有些呢 中期里面没有 诸快里面有的 所以这地方呢 一定要建议大家 你要先把基础版听完了 大部分都理解了 可能有个别知识点 还不是特别理解 或者说还没有掌握 这个时候呢 没关系 我们再听西地班 通过西地班的学习 我们再去强化 我们基础班的理解 和掌握的知识点就可以了 这是第一个 一定要听完基础班 再听西地班 那么第二就是 我们西地班的学习目的是什么 就是巩固基础班的支持 掌握做题方法 以及做题技巧 那么后面一句话 是最重要的 那虽然说考试的时候呢 时间是足够的 虽然我们学习内容比较多 难度也比较大 有可能会想 考试的时候出这么难题 那考试时间够不够啊 你注意考试时间肯定是够的 是足够的 所以你不要担心 考试时间会不够 那么主要就是 这个题目如果你会做 你这个知识点掌握了 一定要保证它能做对 而这里面就需要我们一些 做题方法 以及做题技巧了 所以在整个西地班里面呢 我们会主要讲题目 如果这种题目 我们怎么去做 那么对于一些理论性的 概念性的支持点 这个我相信 没什么做题方法 做这些技巧 你只要掌握这些支持点了 然后呢 根据掌握的支持点 直接做题就可以了 这个没什么技巧 那比如说 我们今天新增了一些 什么快据档案的管理要求啊 快据电子快据档案的 一些基本要求等等 像这些 我们只需要理解了 掌握了 知道里面的关键点 在什么地方了 那做这种题目 只要你不粗心都会 那么我们重点讲的是什么呢 就是涉及到计算性的问题 比如说考课当中 常考约的题目 就是告诉我们 某一个账户 它是期出余额 还有本期发生额 最后让我们算期末余额 那么就是这种题目 怎么去做 那其实那在基础班里面 我们已经演练过很多次了 一方面就是 根据公式来 例如它是资产类的 那算期末余额 它等于期出借发 加本期借方发生额 减本期贷方发生额 是不是 那这样做是可以的 那么还有一种比较清楚 比较简单的方法 就直接把这个账户的 TG账户 结构画出来 那最后呢 余额算出来之后 一方面 余额金额是多少 我们知道了 那么第二就是 它的方向 余额方向 我们是不是也知道了 你像这些 就属于我们要 重点掌握的 做题方法 还有做题技巧 所以习记班里学习的时候 那重点要知道 对于每一类不同的题目 尤其是涉及到计算的题目 我们怎么样去掌握它的 做题方法 以及做题技巧 然后第三问题就是 我们系织班的学习方法 那么首先第一个就是 要举一反三 才能事半功倍 关于怎么举一反三 那其实呢 在基础班里面 大家也体会到了 在基础班里面呢 我们有些题目的时候呢 我会对它进行大量的改动 比如说第一题 出现了之后 我们该怎么做 然后改其中一条件 比如说把一般拿水人 改成小规模拿水人 这个题目又该怎么做 它牵扯到哪些数据 发生变动了 那还有比如说 委托加工社会的物资 它的成本怎么确定 这里面参考就是那个 消费税 到底要不要基础成本的问题 对吧 像这种题目呢 我们在基础班里面 对这 相对对一些题目 做了大量的改动 那么在习记班里面呢 我们也会做一些改动 当然这些改动 就不会以单独的题目形式 来出现了 我们会在讲完这个题目之后 直接我问大家 如果把这个条件 改成某条件 那答案应该怎么做 再改成某条件 那答案又怎么做 那么所以希望大家呢 在平时做题的时候 一定要有举一反三的 这种能力 当然考试的时候 你就不需要了 考试我们只要把答案做对 就可以了 但是平时练习的时候 一定要这样做 那么这样的话 相当于你做一个题目 就相当于你做了 好几个题目 你做这一题目 掌握了支持点 那么你把别的选项看完了 通过改动条件 然后得出答案了 相当于掌握了 很多很多支持点 是不是 所以做题一定要会做题 虽然说做一个题目的 时间会比较长 但是你掌握的支持点 却要比你做一个题目 掌握的支持点要多很多 所以这个方法一定要会啊 单同学大好多都是 到考前了半个月了 或一个月了 老师给我份题库吧 我要去做题库 我跟你说 你如果之前没打好基础 你仅做题库是没有用的 对于一些理论性的 概念性的可能没问题 但是对一些计算性的 根本就没用 你一定要理解 不同的条件 它牵涉到哪一个数据 会发生变化 这才可以 所以呢 我们一定要通过 西地板的学习 来掌握这个 举一反向能力 另外就是防危度见 方德大功高成 好同学说 老师我很粗心 粗心是每个正常人 都有的特点 你包括你走神的时候 或者说你不走神的时候 是不是都会粗心啊 还有就是 我们长期以来形成一种习惯 可能也会导致你粗心 比如说 在计划成本法下 让我们算发出材料的实际成本 这个是我们经常会做的 但如果考试的时候 没问发出的成本 让我们算结存的成本 还有比如说那些毛利率法 还有售价结果法 都会这样来做 既可能让我们算发出的成本 也可能让我们算结存成本 所以做题时 你要看清楚了 它到底让我们算是哪个成本 那再比如说 像交易性金融资产考试 那可能会考的就是 在某时间点 或某时间段 然后对投资社会的影响 或者对损益的影响 对利润影响 那你也要看清楚了 它到底指的是哪个时间段 是处置时 对损益的影响 还是在持有期间 对损益的影响 一定要看清楚了 像这种东西 如果你看不清楚 你即使答案做出来 也可能做错了 所以啊 我们在下面练习的时候 一定要防微镀进 重点就是 看清楚题目要求 那么还有就是 在选择题当中呢 经常会有这样一个题目 下列说法正确的事 下列说法不正确的事 那我们根据我们以往的惯例 一般情况下 好同学 比如说前面几个题目 都是让我们选择正确的事 突然来一个 表述不正确的 那根据你的这种习惯 你这种惯性 你可能依然会选择 那个正确的 所以做题的时候 一定要看清楚题目要求 那么在基础班的时候呢 针对这种题目 我也教大家一个方法 就是我们一般的 做题步骤是什么呢 是先看题目 然后看选项 最后再做答案 是不是 然后告诉你 多加了一步 就在看完选项 你确定ABC定 哪个该选 哪个不该选的时候 或者哪个符合题 哪个不符合题的时候 再回到题目里面 看看题杆里的要求 到底让人选哪一个 选符合的还是不符合的 然后这个时候 你再做答案 那么这样的话 就会杜绝你出现这种 非常粗心导致的 那种低级错误的概率 所以啊 我们在学习西地办的时候 两个方法 一个是 做题时要举一反三 你要自己去尝试 去改动某些条件 然后再看答案是什么 那么第二是 做题时 千万不要粗心 不要为了做题而做题 不要为了把这个题目 做对而去做题 而是要针对 我这个支点掌握没有 去做题 所以我做题的目的是 要掌握某考点 或者知识点 而不是仅仅去解决这个题目啊 好了 最后呢 再送大家一句话 我们知道 学习和考试 是唯一 自己能掌控的事情 那么虽然你在学习过程当中 有很多很多的阻碍 有很多很多的人 会告诉你 你根本就不适合学会计 你学了也考不过 今年考这么难 你肯定考不过 那你就放心了吗 不行 学习 不怕千万人阻拦 就怕 自己投降 尤其是今年改了这么多 我相信 很多同学肯定是 人家基础班都没有听完 然后到考试前 要想临阵磨枪 然后看一看能不能考过 这个不行 所以你只要自己不投降 自己坚持学习 那最终肯定是可以考过的 好了 下面我们进入到 西地班 第一章 概述的学习 那么先看一下 我们这一章 到底讲了什么内容 首先基础概念 我们讲了主要四块内容 第一是会计的智能 那么前面会计的定义 我就不说了 会计智能 包括了两类 基本智能 还有拓展智能 那么基本智能 包括了核算和监督 然后拓展智能 包括了预测 决策和评价 那么对于基本智能 要注意他们的关系 核算是监督的基础 而监督是核算质量的保证 对吧 然后第二个问题呢 就是基本假设 主要有四个 会计主体 持续经营 会计分析 还有货币计量 那么其中在考试常考的 就是这个会计主体 例如下列 可以作为企业会计主体的事 包括哪一些 那么要注意 怎么样判断 它是不是会计主体 就看它是不是独立核算的 比如说 选项里面 有一个是销售部门 或者是车间 它有没有可能 是企业的会计主体 有可能 只要是独立核算的 那么它就是会计主体 所以如果提杆里面问 可以作为一个会计主体的事 那么你这个什么 车间 销售部门 你都应该选上 然后第三个就是会计基础 两个 一个是全责发生值 一个是收复实现值 那对于我们企业会计来说 我们用的是全责发生值 而对于政府会计来说 它有两个 一个是预算会计 一个是财务会计 一般情况下 预算会计 我们用收复实现值 国务院令规定 要从期规定 而财务会计呢 用的是全责发生值 对吧 那么还有就是 那么对于全责发生值 和收复实现值下 这个企业的收入和费 到底金额是多少 这个呢 考的比较少 但是你要会啊 考的比较多就是 那么对于企业会计 还有政策会计 他们到底用哪种会计基础 来确认和计量 那么最后就是 会计信息的责量技术 这个呢 是考的最多的一个啊 那么考试的形式 主要有两种 一个就是考它的定义 那比如说考谨慎性 什么是谨慎性 还有谨慎性要求什么 不能高估资产物收益 也不能低估负债或费 这是参考的 还有就是考各个信息 质量要求的应用 那么例如谨慎性 哪些体现了谨慎性 比如说我们具体各种 谨慎准备 这不体现了谨慎性啊 还有对保修衣物啊 确认预计负债 这也是体现了谨慎性 那么还有考最简单一点的 就是下列 属于企业会计信息 质量要求的事有哪些 这个很好区分 但现在呢 因为多了一些 什么会计职业道德啊 还有内部控制啊 所以导致呢 可能我们会把这些 和别的内部控制啊 什么要素啊 给弄乱了 那这样的话 今天给大家多了一句话 叫B 理谨慎相识重考 那B是哪一个信息 这两个要求啊 叫可比性 对吧 理呢 理呢是可理解性 谨谨慎性 既即时性 相 就是相关性 是 实质重义形式 重就是重 对吧 重要性 考那就是可靠性 把这些话记住了 然后再和相关的 新战疗求 给联系起来 就可以了 这个比较好记啊 然后今天呢 我们教他里面 多了这样一个内容 这个内容呢 是比较重要一个问题 那这里面呢 考点比较多 那第一个就是 关于会计职业是什么 概念我们就不说了 然后就是会计职业特征 那么这个呢 注意选择题 有五个 第一个 职业的社会属性 规范性 经济性 时代性 还有技术性 当然怎么记得呢 我给大家总结一句话 叫 有规范 有技术 能赚钱 与实际俱进 为人民服务 社会属性 就是我们是为社会 提供会计服务的 这不就是为人民服务吗 然后呢 规范性就是 我们要根据会计准则的规定 去进行会计处理 对吧 这叫规范性 还有就是 有技术 与实俱进 会计准则不断的发生变化 这叫与实俱进 那么另外呢 就是我们从事会计工作 会赚钱 这叫经济性 所以就是 有规范 有技术 能赚钱 与实俱进 还得为人民服务 这个呢 比较好记 那么下个呢 道德与法律的区别 还有它的联系 这些方面呢 我们是从不同角度来说的 也注意选择题 联系 从内容上 还有作用上 什么相互补充 相互渗透等等 还有就是 职业道德 是法律的重要补充 还有法律是道德的 最低要求 这是他们的联系 然后区别呢 是从这样几个方面 性质 作用范围 实现形式 保证机制 还有评价标准 这五个 来进行反应的 那么这些法 这个是一重点 一定要注意选择题 你这个不用去背它啊 然后后面呢 我们有相关总结 你看总结 明白是什么意思 就可以了 然后会计职业道德 也是有八个 这八个也是一句话 叫逞强参加爱点课题 那具体我就不再说了啊 我们后面总结的时候再看 然后再看那一步控制 这也是今年新加的一个 你像这些新加的 都是选择题 它的考试的重点内容 那么对于内部控制呢 可能能考的 这样几个问题 第一是 内部控制 实施主体 包括哪些 企业的董事会 监事会 经理层 还有全体员工 然后就是内部控制作用 第一就是 合理保证企业的 快逐基金质量 它就是保证企业的经营 要合法合规 还有就是提高企业的 经营的效率和效益 这是它的三个作用 然后还有就是 内部控制的目标 有五个 第一个 企业经营 合法合规 还有资产 安全完整 还有信息 真实完整 以及提高 经营效率 经营效益 最后就是促进企业 实现发展战略 对吧 那么这个目标 重点注意一下 选择题 然后最后就是 内部控制要素 这个地方呢 也注意选择题 包括了五个 内部环境 它是一个基础 然后信息沟通 风险评估 控制活动 还有最后一个 内部监督 这些都是选择题的 很重要的考点 那么形容呢 作用和目标 是非常类似的 因为它既然能起到 这样一个作用 所以我们的目标 基本上 是不是也是啊 这几个 比如说 这个合法合规 和这个合法合规 是不是一样的 像快速信息质量 和我们的这个 真实完整 是不是也是指 信息的真实完整啊 一样的 以及效率效益和高效 是一样的 那除了这几个作用之外 我们还可以实现 什么目标 就是资产的安全完整 它也就是促进企业 实现战略 这是作用和目标 作用里面 其实就包含在目标里面了 好了 第二个问题 我们看一下本章的练习 以及证件总结 先看第一个指点 技术理论 下列说法不正确的是 A 营业外收入属于应计入当期损益的利得 首先营业外收入呢 它是企业非常活动产生的 它不属于收入 虽然有收入两个次 但是不属于收入 另外呢 营业外收入是要进入到当期利润的 利润不就是损益吗 所以A是正确的 B 收入和费用 都是企业在日常活动中形成的 会导致所有的权益增加或减少 收入会导致所有者权益增加 因为你取得收入了 如果费用不变 那么利润不就多了吗 利润多了 所有权益就增加了 那费用呢 它会导致啊 所有权益减少 然后与所有者投入资本 就是收入是与所有者投入资本无关的 现在我们看着定义 应该就非常好理解了吧 所有者投入资本 这个我们在会计上要记录到什么 持收资本或股本 然后如果多投了那一部分 或者说超过他所占份额那一部分 或者超过股票面積那一部分 我们记录到资本攻击 或者股本一价 这个呢 它不属于收入 是属于所有者权益 另外呢 费用与向所有者分配利润关 我们其实在分配利润时 我们用的是利润分配 是不是 比如说提应用攻击了 借利润分配 带应用攻击 分配现金股利了 借利润分配 带的是应付股利 如果是分配的是股票股利 那借利润分配 带股本 这样来做的 好 这是收入和费用的第一 那么在这边呢 有一类题目 专门考收入和费用的定义的 就是告诉我们 期初的资产 负债 收入权益 然后再告诉 本期的一些发生业务 那么这些业务呢 会引起本期的收入和费用 发生变化 比如说销售商品了 还有发生各种费用了 然后让我们算期末的所有者权益是多少 那怎么样算啊 其实就是期初的收入权益 加上本期实现的利润 然后再加减其他收入权益变动 比如说分配股利了 分配现金股利了 那导致收入权益是不是减少了 然后最后算期末的 那么就可以了吗 所以这种题目呢 一定看清楚了 告诉你期初了 告诉我本期变动了 那么怎么算期末 期初题目会明确告诉你 本期增加减少是需要你自己去题目里面找的 对吧 一般情况下就涉及到收入和费用的问题 那你就找收入增加那些 还有费用减少 费用增加那些 然后再找有没有什么分配股利啊 提应攻击啊 再看一下他们对收入权益 到底怎么影响变动的 是增加减少了 所以我把增加减少和期末余额合集起来 算出期末余额就可以了 好 B正确 C企业购买材料支付公司 对外捐赠都属于企业的费用 购买原材料 这个是属于企业费用 但是呢 我们买了原材料 我们没有寄入到费用 我们是寄入到原材料里面去了 对外捐赠 这个属于企业日常活动产生的 这个不属于 因为一个企业不可能说 我闲着没事 每个月都给别人捐赠一下 这不可能 所以对外捐赠呢 是属于营业外支出的 营业外支出 它是属于企业非日常活动发生的损失 所以它不属于费用 那这也错了 第一 成本是企业为实战产品提供老物 而发生到各种耗费 是对象化的费用 这方面是一道成本和费用的区别 那么对于费用 是我们企业发生的 日常活动发生的一些支出 而那些能进入到产品成本 或者说最终由产品来承担的这些费用 我们才叫成本 例如生产产品过程中 发生的什么直接材料啊 直接人工啊 还有制造费用啊 像这些 我们最终进入到产品成本了 是不是 它是由产品来承担的 而这些我们叫对象化的费用 那么除了这些费用之外 企业还会有一些别的费用 例如我管理部门发生的什么工资啊 福利啊 差率费啊 等等这些 它和生产产品没有直接关系 所以我们不能进入产品成本 我们是把这进入到了管理费用里面去了 是不是 叫期间费用 所以D呢 也正确 那说法不正确的 答案是选择C 好了 下面呢 我们再把利得损失的主要内容 我们再做一下提示啊 对于利得损失呢 我们主要包括两种 一种是直接进入当期损益的 或者叫直接进入当期利润的 还有这些是 直接进入到当期所有的权益的 那么新的利得呢 我们主要的是银行外收入 注意这边说的是主要啊 不是唯一一个 不是唯一的 因为进入损益的利得损失 除了有银行外收支之外 还有什么呢 还有比如说那个资产处置损益啊 公允家这边的损益啊 这些都属于利得损失 那只不过呢 我们考试考的很少 常考的就是银行外收入和银行外支出 那么利得 这样银行外收入 主要核算内容于哪些 这是考试经常会考试点 像非零多资产 回损报废收益 这些方法呢 你就不用去死机用备了 因为我们技术班学完了 那你想想 我们如果是把固定资产 直接报废了 它有一些报废收入 这个呢 我们就叫营业外收入 对吧 那除了这个之外 还有哪些 还有像库存现金的盘盈 例如无法缠门原因的库存现金的盘盈 或者叫银行 我们是进入到营业外收入的 还有接受捐赠的利得 就接受别人捐赠 我们也叫营业外收入 还有确实无法支付的应付账款 那我们是要把它转到 营业外收入的 借营付账款 代营业外收入 那这些呢 我们在前面 具体账工处理都学过了 那与日常活动无关的政府补助 这个呢 你只要知道就可以了 因为在初期里面 没有学政府补助怎么账不处理 但你得知道 它是进入到营业外收入的 那么其实呢 我们在长途那一块还讲过一个 就是如果在用权益法 进行后续计量的长期股权投资 那么在初始确认时 我们看一下 需不需要去调整 它的初始投资成本 那么如果初始投资成本 是大于可别人金资产 供应家的份额 这时候不要调 那么如果是小于 可别人金资产 供应家的份额 这时候呢 我们要调 对吧 要调增长头的出入投资成本 那调增那部分 我们也是记录到 营业外收入的 还有营业外出出 那么常见的就是 非流动资产 回损报废的损失 例如固定资产 无形资产 回损报废了 损失 我们叫营业外出出 还有盘亏损失 那么例如 对于存货的盘亏 如果是因为自然灾害导致的 那最终净损失 我们记录到的是 营业外出出 还有对于固定资产盘亏 我们净损失 也记录到营业外出出 然后捐资之出和捐资利得 对应的 还有罚款之出 以及非常损失等等 这些呢 我们都是叫营业外出出 然后就是 记录所有的权益的 那么这边呢 主要就是一个 其他综合收益 那么在我们这个初级里面 主要学的是两大类 一类是 在投资性反产产那一块 我们学过一个 估计资产 同货等等 如果转化为 以公允价值计量的 投资性房地产时 那供价值 大于原账面价值的差额 我们是记录到 其他综合收益的 这是第一类 那么第二类就是在 长期股权投资那一块 那么如果 背头的方 其他综合收益发生变动了 那我们如果对长投 采用是权益法 经过后遇计量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要调整 我们长期股权投资的 账面价值 同时记录到 其他综合收益 是不是 因为这本写不开了 我就写了一个 那么记住就可以了 出去里面 我们主要是移到 两个其他综合收益的 好 多想提 下例关于 会计核算与会计监督 两大基本智能的说法 正确的是 核算是监督的基础 而监督是核算的质量保证 是不是 这是他们的关系 先看A 会计核算智能 是会计的首要智能 对不对 对 B 会计核算是监督的基础 正确 会计监督是核算的基础 错了 D 监督是核算的质量保证 对不对 对 所以让我们选的是正确的 那应该选择A B和D 好 下面呢 我们再把基本理论这些啊 相关内容 我们再做一个总结 包括了会计智能 基本假设 还有会计基础 以及信息质量要求 那么其中呢 这几个都比较重要 但是呢 会计智能和基本假设比较简单 我们重点还是在这 信息质量要求里面啊 那么第一个 会计智能 基本智能 是什么就不说了 这个说了这么多遍了 我相信你都背过了啊 主要就是他们的关系 核算是基础 监督是质量保证 然后通常智能 包括了预测 决策 还有评价 三个 再看基本假设 第一个 会计主体 第一句话 注意旁诺题 法律主体 或者叫法人 一定是会计主体 但会计主体 不一定是法人 然后第二 母公司 子公司 总公司 他们既是会计主体 又是法律主体 而分公司 它是会计主体 但是它不是法律主体 第三 企业集团 是会计主体 不是法律主体 那么企业集团呢 它是由母子公司 组成了这样一个 会计主体 最后呢 我们的母公司 要根据啊 所有子公司的 这些报表 和我们母公司的报表 合并起来 编一张合并报表 这个合并报表 反映的就是我们 整个集团的 什么财务状况啊 基因争扩啊 还有行进流量 所以这么往下 我们就把整个集团 作为一块主体了 所以其一团 是块主体 那么另外 企业内 某一个独立合算的部分 例如企业里面 有一些独立合算的 这些部门 像销售部门 像车间 还有像什么超市 这些的 只要是独立合算的 它都是块主体 因为我们现在学的是会计 所以考试的时候呢 可能考的就是 哪些是块主体 那至于哪些是法人 或者法律主体 那考试的时候呢 不会出现啊 那么你分清楚了 哪些是块主体 就看是不是独立合算 如果是 它就是块主体 下一个持续经营 持续经营呢 是会计分期的前提 因为我们只有假设 在持续经营了 然后我们才需要去啊 分期去确认 我们的收入啊 费用啊 利润啊 所以啊 持续经营才是啊 会计分期的前提 另外会计分期 会计分期指的是 连续的长短相同的期间 那这地方呢 这个连续的长短相同的 可能会考方案提 那么注意一下 另外还有可能会考什么呢 就是我们中国 它的会计分期 有哪几个期间 那么主要就是 包括两大类 一类是会计年度 一类是会计中期 对吧 会计年度就是 公立的1月1日 到12月31日 这没什么可说的 会计中期呢 中期就是短于一年的 包括了半年度 季度和月度 这些呢 我们为什么没列呢 因为太简单了 我相信你看我一遍 就记住了 这干脆不列了 最后一个货币计量 货币计量呢 这个比较简单 因为快递一礼 我们就说了 会计是以货币 为主要计量单位 那么另外呢 这句话 注意朋友提 我国的会计核算 是以人民币 为计账本位币 但是 如果你正常情况下 你的业务收支 是以外币为主 那么你可以选定一种外币 作为记账本文币 但是 最后编制的财务报告 一定要折算成人民币来反映 就是平时记账 我可以用外币 作为记账本文币来记账 但最后编制的财务报告 我要把外币 折算成人民币 大家看看快递基础 两个 一个是全责发生制 一个是收付时间制 那么这两个呢 主要就是 我们企业怎么样 去确认收入和费用 或者说 是确认收入和费用金额的 这样一个基础 那么对于全责发生制 关键点在于全责 权利和责任 或者叫权利和义务嘛 所以呢 我们什么时候 确认收入费用呢 就看全责 什么时候发生 那就是 以收取款项的权利 或者支付款项的义务 为标志 来确认本期的收入和费用 那么对于企业来说 我们整个出一块收入里面 学的大部分都是企业会计 所以对于企业来说 我们都是以全责发生制 为基础 进行确认计量 记录和报告的 那比如说 销售一批货 款项未收 请问我要不要确认收入啊 要确认收入 虽然钱没收 但是我取得了 收取款项的权利了 那么就得确认收入 然后收付实验制呢 它是以现金的实际收付 为标志 来确认本期的收入和费 那刚才那个例子 我销售一批货 款项没收 按照全责发生制是要确认收入的 按照收付实验制 你就不能确认收入了 因为钱没收嘛 什么收钱了 你就确认收入就可以了 然后对于政府的预算会计 我们用的是收付实验制 国务院令规定除外 台湾会计用的是全责发生制 这个呢 是考试经常会考的 那么还有一点呢 我们今年教材里面 新加了一个 现金领量表 那么对于现金领量表的编制 我们用的也是啊 收付实验制 所以为什么现金领量表 编制起来比较麻烦 就因为我们这些资产负债表啊 利润表啊 所有的权益变动表等等 这些报表 我们都是按照 全责发生制 为基础来编制的 所以我要在编 现金领量表的时候呢 我要把资产负债表 利润表 用全责发生制 把它转换成 收付实验制 所以有些要调增的 有些还要是调减的 对不对 就比较麻烦 然后再看会计信息的质量预求 那这个呢 考试经常会考 而今年的教材发生变化了 那么多了一些新的东西 主要就是 对于每一个质量预求 它的应用 只要包括哪些 教材里面做了一些扩充 那么第一个 可靠性 可靠性就是指 我们在进行确认 既然记录报告时 要以实际发生的交易户事项 为一句 然后具体运用 例如应收款项评估 应基于简值迹象的客观事实 而非管理层的主观意图 也就是说 我们在对应收款项 简值测试时 到底简值多少 有没有简值 不能根据管理层 调节利润的这种想法 而是要根据简值迹象 这些客观事实 比如说对方 的确是快要破产了 经济发生困难了 发生客观事实了 然后我才提简值 这是可以的 但那么说 我应收账款没收回来 对方的人家现金流量 也比较正常 然后老板说了 我们这些利润比较多了 所以你想办法 把利润调少一点 比如说 应收款项减值 我们记录到信用简值损失 那么你提的越多 利润不就越少吗 所以你根据领导的调节利润的意图 去计提了减值 这个就违背了可靠性要求 然后相关性 相关性概念比较简单 就是企业提供的信息 应当与财务报告的 使用者的决策需要相关 具体应用 在财务报告中 比如说利润表里面 我们要把收入费用 利润损失要区分开 下一个是可理解性 这个比较简单 就叫清晰明了 那么例如 我们一些机体减值的资产 在资产负债表里面 我们是以净额去劣势的 你像这些应收款项 还有什么固定资产 无形资产等等 我们贴在填资产负债表时 都要减去相对应的背底账户 是不是 比如说固定资产 我们要减去累计折旧 还要减去减值准备 所以最后我们是以净额填列的 但是你用净额填列 那可能不等会计的人 他看不明白 你企业里面弄个固定资产 报表里面怎么这么一点点呢 所以我们还是在付诸里面 详细说明 固定资产原值多少 折旧多少 减值多少 这就是为了可理解性 是不是 那么还有就是 报表中汇总列报项目 也要在付诸中详细说明 例如资产负债表的第一项 叫货币资金 这是一个汇总项目 它汇总是企业 账簿里面的这些 库存现金 银行存款 还有其他货币资金 那么你把它汇总起来之后 在资产负债表里面 你根本就不知道 企业的现金多少 银行存款多少 分不清楚了 所以呢 我们也需要在付诸当中 要详细说明 现金多少 银行存款 其他货币资金 各多少 这要是不是也是方便 于我们财务保护使用者 去理解 还有可比性 那就是企业提供信息 要相互可比 那么军性应用呢 就是 所采用的会计政策 要不能随意变更 注意也不是不能变更 是不能随意变更 例如 你发出存货的计压方法 你在本年内 你不能变 你到第二年 你如果真的觉得 用新的政策 我觉得可以提供更相关的信息 那你可以变 你不能说这个月 用信息行书法 下个月 我用一次加线评论法 这行不行 不行 这就是为了相互可比 还有就是 提供信息的口径 要一致 这两个关键词 要注意一下 然后就是实质论行事 那就说 我们在发生业务时 在会计记账时 我们压照实质 经济实质 进行确认计量记录报告 而不能以它的法律行事 为一句 那么主要的应用就是 企业租入的资产 要设为企业的资产 这个我们学过了 叫什么 叫使用权资产 当然这里面有些简化处理的 短期租资和低值资产独立 这两类我们才用简化处理 就不用确认 实用权资产和租资负债了 但一般情况下 我们租入资产 那是要确认实用权资产和租资负债的 那么这边呢 讲到了实用权资产 顺便复习一下呗 实用权资产 它的处置成本怎么确定的 我们前面讲过了 理解是就把它分成两大部分 一部分是我现在已经支付的 还有一部分就是尚未支付的 在未来才支付的 是不是两部分啊 那么其实你就把两部分加起来就可以了 对不对 但问题是你未来支付的 现在没有支付 那你是要考虑货币实现价值呀 所以现在还没有支付的 那其实就是未来要支付的那些 我要往前折线 折到我现在这个时间点 再和现在实际发生的这些成本 然后把它们加起来 就是实用权资产的成本就可以了 而还有一个租资负债 那么租资负债呢 其实就是啊 尚未支付的那些租资付款额 往前折线 那个限制 就是租资负债的初始入账价值 好了这段性 那么企业提供信息呢 应当反映与企业财务状况 经营成果 经营流量有关的所有的重要的交易或事项 那么到底重要还是不重要 我们怎么去判断 要从项目的功能 性质和金额大小加以判断 这番注意啊 今年多了一个 以前是两个 就是性质和金额 今天多了一个功能 它是干什么用的 功能 性质和金额大小 今年是三个 注意选择题啊 这种性怎么判断呢 从三个角度来判断 功能 性质和金额大小 应用 第一支一号品合并列入 资产负债本的存货项目 因为第一支一号品啊 本身它的金额不大 或者说它不是特别重要 干脆我们就把它合并起来 列入到资产负债本的存货项目就可以了 那么当然呢 我们这些合并项目 其实原理啊 都是要做出一个重要性原则 包括什么货币资金啊 包括这些存货啊 等等 只要是合并了 那基本反应上都是重要性 好 谨慎性 谨慎性要求 不能高估资产物收益 也不能低估负债货费 具体应用 那主要就是三类 一类是 具体各种资产减资准备 这里面我们就说的比较多了 尤其是新家这些 像摘扇投资 我们是有减资准备的 长期股权投资 也有 生产性生物资产 也有 投资性房地产 也有啊 当然是车磨模式计量的 投资性房地产 它才有减资 供应价值模式计量 投资性房地产 是没有减资的 是不是 所以 只要是资产 提了减资准备了 那就遵循了谨慎性要求 还有收入商品 很可能发生了保修义务 确认预负债 还有可能 很可能承担的晚保责任 确认预负债 这些都是反映了 谨慎性要求 那么其中的这两个 很简单 只要确认预负债了 不管是保修义务也好 还是环保责任也好 那都是反映谨慎性 这体现就是 不能低估负债和费用 而第一个 变化比较多 因为要提减资的资产太多了 像存货啊 营收款项啊 还有固定资产 无形资产 长头等等这些 只要提了减资了 那我们都是遵循了 谨慎性要求 好了 即时性 企业对于已经发生的 交易或事项 应当即时进行 确认计量报告 不得提前会延后 那例如 在某一时段 履行的履约义务 我们怎么确认收入啊 我们现在知道了 应该是 边履约 边确认收入 是不是 因为我边履约 那么履约 这一部分的控制权 就转移给客户了 控制权转移了 我就要确认收入啊 所以一般的方向 我们是按照 履约进度来确认收入的 是不是 所以应该 分期确认收入 那么能不能说 我某一时段 履行的履约义务 我在合同开始 一次性确认 全部收入啊 不行 或者说 到合同完成了 我再确认收入 行不行 也不行 要分期确认收入 这个就遵循了 及时性要求